青道夫变了个颜色,马上就价值飙升了 大家好,这里是一二水族 这个不是危言耸听啊 我们今天看到的鱼,它就是白化青道夫 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女王异形 其实黑色的青道夫也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做国王异形 通过名字你会发现,变了个颜色好像变了性一样 大家都知道青道夫是怎么来到国内的 后来因为一些爱心人士的肆意放生 导致很多地方已经生态失衡 直到现在还有很多鱼友 把这些黑不溜秋的青道夫养在鱼缸里面 我再次提醒一下咱们爱心人士 外来物种你自己养一养也就行了 千万不要乱放生 你一时的善心给其他物种带来了大面积的伤害 别的咱们不多说 今天介绍的女王异形 它只是个工具鱼 为啥咱们一直都没有提到观赏鱼这三个字呢 原因就是今天的鱼它只能算是工具鱼 美感在哪里 所以说它没有观赏性 它在鱼缸里面说白了 就是清理鱼缸里面的绿藻 还有其他垃圾的 它只不过是颜色鲜亮一点的青道夫 你们应该见过青道夫被晒了好几天 给它倒点水 嘴巴还能冻的 这个视频网上流传的挺广 生命力这么强的鱼 其实还有很多鱼友养不活呢 咱也不知道你是咋痒的 我仔细想了一下 只能想到水温这一个问题 因为青道夫是热带鱼 他比较怕冷 因此 就是热带鱼 你不是对一样 因为正面计的